當我們查經或研究某樣的聖經教導 我們研究這個教導的時候 我們除了用例子去示範 我們還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將這個教導用清晰的文字 將它寫出它的定義 因為這個教導會定義 讓人能夠在這個經文達到的結論 任何經文其實我們都會有某些結論 譬如我們昨晚說過這件事 就是保羅初次傳呼吸去加拉太因為他有病 這件事到底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結論呢 可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結論 可以有錯誤的結論 可以有對的結論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說 保羅當然當時犯罪了 所以他有病 這個定義能否聖經支持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看保羅講其他書信的時候 他都說到他自己 雖然我自己也看不到我錯 但我不因為這樣在神面前是完全的 所以保羅應該不是犯了罪 所以他有這個病 而我覺得是這樣的 聖經說到保羅真的有很大的神跡 那些人將手根和圍滾放在身上 放在病人 或者有邪靈的人身上都可以趕鬼或醫病 即他有這個情況 這種神秘的能力 但他自己也會有病 而且他跟提摩太在一起 或者跟其他同工一起 他們都有些有病沒有醫好 那我就會達到一個結論 即是說 我們看到聖經裡面 耶穌是完全將病癌好 但世界上是沒有一個人 保羅和彼得都有聖靈的能力 聖經沒有說到彼得有牽涉的病 但有說到保羅有 所以我就去想 會不會可以達到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我不可以列為一個教義 教義是怎樣 你從多處經文達到結論 譬如說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是完全是出於恩典 直著信 這是教義 是有不同的聖經 讓我們清楚有教義 但我們也會有一些 教義的意思是我們基督教的信仰 例如有些人寫 我們信什麼呢 信神是怎樣的 信人是怎樣的 信天天地又是怎樣的 信人是怎樣的 信人是怎樣得救的 不得救的人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教義 但我們在聖經很多時候 達到一些結論 那些不是列為教義 即是不會說 你信不信耶穌 OK 有第九個九條 這第九個九條 我們基督徒都會有病未得醫治 我們不會把這個列為教義 此前的經文 我會達到一個結論 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甚麼呢 就算很虔誠的基督徒 都可以有病 這是我達到的一個結論 而這個有病不代表神不愛他 或者也不代表他犯了罪 所以他有病 這是我達到的結論 但我不會把這個結論列為我們的信仰 你信仰師 你要簽這條你也信 這些是教義 但聖經中有很多說話 我們可以達到一些結論 幫助我們更加認識聖經 但這不是基本的教義 基本的教義是對於認識神 對於認識人 得救 和基督徒的行為 和對於某些聖經的教導是重要的 我們那些就列為教義 但也有其他的結論 我們在聖經中取得出來 那些結論是可以幫助我們生活 幫助我們應用我們的信仰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剛剛所說 基督徒就算很愛住 都可以有病 這是會給很多人有安慰的 他有病他不會說 我是否犯罪呢 他明明祈禱這個人真的病好 但那個人又不好 那麼他又會說 到底是神不可靠 還是中間有什麼問題 人們會想這些問題 的確有些人會想 為何這個人我祈禱好 這個人祈禱不好 是否這個人犯罪呢 因為我聖靈的能力不夠呢 這些是很多人不會去想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會困惑的 所以我所說的這個結論就是 相信基督徒很愛住的都可以有病 是會讓我們有安慰 還有叫我們不要亂想 他有病是否他犯罪 雖然我們說犯罪是可以引致問題和病 因為那個患了38年 因為那個患了38年 病的那個人 耶穌說 你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得更厲害 由這裡我們可以下個結論 剛剛我講的經文 就是犯罪可以帶來不良的後果 破壞性 但那些什麼破壞性 是每個人不同的 可以有邪離 可以有內疚 可以生活很多問題 可以有疾病 可以有不同的事情 但我們都不能說 你有病你一定會病 有罪一定會病 我們不會這樣說 你有罪一定有情人入 我也不會這樣說 但我們會說 是一定會其中某一些破壞 所以耶穌才說你遭遇得更厲害 就是犯罪有這個不良的後果 先講到這個 神是公平公正公義 神定義確實是 但問題是我們怎樣定義 因為先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人很愛主 他想生兒子就生不好 另一個又不信耶穌 他雖然墮胎 都依然生了兒子 他墮胎又不覺得有罪 他生了兒子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他懂得感謝神 好似不公平 所以我們要下定義 這個公平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由全本聖經去下一個定義 例如一些人的錯誤的看法 就是你愛耶穌 你就會凡事完全順利 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有問題的 就算約失 聖經又找到他百事順利 因為耶穌要他同在 不過他有很多事情都不順利 為什麼呢 他又被他這個歌出賣 是很不順利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些不順利 例如摩西 他很聽神話 但他經常出埃及的時候 被以色列人埋怨 甚至反叛 造成他很多的問題 甚至最後他發怒 就是因為以色列人犯罪 求水 他說 我是不是將水給你 然後他很發怒地打 因為神跟他說 你吩咐了水出來 但他就不是了 他就發怒打那個石 神是不是真的將水給你 的意思呢 然後他真的要水出來 不過神就說 你在以色列人面前 你沒有尊我為聖 他就不准他入家流地 他都受這些困難 所以如果我們的定義就是 公平就是 信靠神的人 跟從神的人 他就會凡事都沒有困難 我們就會發覺 無論在聖經 和在實際的例子 我們都不找到支持 所以我們要找出結論 聖經是有的而請說到 先求他的國同類義 一切交給我們 到底這個加 和一切加是怎樣的加法呢 總之你全部都會非常好 非常順利 或是怎樣的呢 我們從聖經 我們看到保羅也說 我們從全本聖經去找 如果有些這樣的教導 我們不是叫做教義 不是基本教義 是一些教導 我們就從全本聖經去找 保羅說到他 受苦比很多人多 石頭打 水浸 用棍打 很多東西 被人遺棄 迫伯 他會說很多東西出來 如果先求你的國同意 然後 定義就是 你不會有迫伯 那就不會發生 然後你就會 讓人亨通 他又不是讓人亨通 所以如果定義是這樣 我們就會有問題 但如果定義是說 他會一定 Mandy有用到的經文 就是 萬事都互相考慮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 每一件事 全部的事 神都會掌管 以至在事情裡面 神都可以祝福人 但問題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益處 是否一定是 physical 物質的 是否一定是 凡是順利 我們從聖經看 就不是一定的 但他會有些什麼呢 一定會有的 他真的聽神的話 聽神一定會 平安喜樂 愛呀 祝福呀 但有些人又說 我又不是 最看重這些 我看重那些 看得見的那些 這些是內心的 那神是否只給內心呢 他又不是只給內心 他又一樣給 譬如寶羅 他又可以 神力為他開很多路 他又供應他的需要 譬如肥羅比教會 也供應他的需要 這些是有物質的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下一個結論 就是神會在無論是物質 或者是內心 或者是他的生命的發揮 聖靈的能力 祝福人的程度 即是各樣的合起來 全部的地方是得福的 但有些地方 可能呢 人體上來就會說他 不得福 即是有些很出名的人 譬如宋尚哲中國 曾經帶動很大的復興 但他本身是 痣瘡 一直沒有醫好 結果呢 就一路成為他的 最後致命的病 他一路 總之沒有醫好 他的血就一直流 即是到後來有時候 他就越整越弱 那這個是 即是 在他事奉裡的滿足 幫助了很多人 即是他有很多福氣 不過他亦都在世人來說 他是有福氣 世人有他就沒有 即是他是很年輕 四十多歲年輕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年齡的 但是神可以使用他 可以做很大的事 所以我們這個公平 但在審判台前一定公平 但在今世 神也公平 他會有些事可能沒有 但他有些事 他又會很超越 神會給他的彼落 平安 力量 會是很多 他的能力 祝福人 他會很多 但他某些事 他又可能沒有 但他又會因為 在神裡面 他有滿足 他又會不介意 又不受影響 而他的生命可以極高的發揮 那這個就是 其實 你就會想 好了 有一個人 他又有錢 又生很多兒子 又人人人都很順利 甚麼都沒有困難 從來沒有困難 他又信耶穌說 另一個基督徒 他又有困難 不過這個基督徒 又全部救了很多人 改變很多人生命 但這個 最初這個 就不是改變很多人生命 看上來這個 就很多看得見的福氣 世人人說 他仍有福 他不去全國的福音 不去宣教 這個宣教 你自己又不像他那樣好 但在神的全面性角度 以及人的全面性 生命質素 他是覺得神給他很多福氣 他是很鋒實 那個人 另外一個 第一個那個 他有魚有肉 吃的東西都很好吃 好像看上來 甚麼都有 但他會失去 他不會像這個 第二個基督徒 那種喜樂亞能力 所以當我們講到神的公平 和神的祝福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定義這件事 就是說 這個不僅是可見到的物質 亦都包括心靈裏 整個生命的發揮 祝福人的程度 他生命的意義 也都不僅是來生審判的時候 是今生的 他今生會看見有分別 那個人真的覺得很好 覺得享受 如果那個人覺得不好 亦都因為他不太信靠神 可能他有平安喜樂 但他覺得不好 我要生兒子 我要走前 他可能失望 失望他又受苦 因為他不是完全尋求神 他也是尋求世上的滿足 所以我就會定義 就是定義這個公平 是神在所有的事上 加上在神 你看到他生命是無福的 他在某些事上 他可能會受迫白 受困難 甚至他死的時候 不是普通人的死 或者是迫害而死 都未定 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大 今世和來生都是大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就不會有衝突 而聖經也是這樣 因為保羅都受迫白 那些仕途大部分都受迫白 所以我們看得到 這個定義一定要很清楚 我經常都講到神祝福 如果你看回我說這個 我要講出一些祝福的 平安喜樂 神的愛和他一起 他的恩賜能力 祝福人的能力 也在他需要的事上 供應他 他供應的事上 就要供應他 但他未必很有錢 但他不會說他很想發揮祝福人 但因為錢他做不到 他不會的 神會給他足夠的可以做到 但他未必是多錢到剩下 然後我用了一部分 就已經做了這些事 他可能都是很困難 而賺到這些錢又去服事 但神會給他足夠的資源可以走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足夠的資源 但未必代表他整個生命是住大屋 有大車等等 他可能都是有困難 大家明白這個定義 即是說當我是公平的時候 我們不能用有錢 有結婚 有生子 這類的定義 是整個生命的質素 他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享受到神的同在 在神的得力 但也是他的生命質素 也同時神會供應他的需要 而會有基督徒的供應也不同 有些基督徒在看見的錢是比較多 有些基督徒是比較少 即是兩個都愛主也好 有些是比較多 有些是比較少 有些不愛主的 有些是比較多錢 有些是比較少錢 單是唇 我們未必看得到 所以這個定義就是 這件事不能夠說 一定是有錢就是複福的 譬如兩個基督徒 兩個都有平安喜樂 一個是很豐富的物質 一個是沒有那麼豐富的物質 到底公平公義在哪裏呢 這件事我們真正的公平 我們都是去到天台才知道的 不過就是今世那個人會知道 人家未必知道 他今世的起落 當他越跟從神 他越起落 越是有能力 因為這件事是很公平的 你越親近神 你隨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你隨時有起落 力量 隨時心去火熱 這是很公平的 即是你越親近神 而神知道這個人 他又會給他機會發揮 他有能力 他那個很親近神的基督徒 和這個小親近神的基督徒 都是信主的 不過是小親近神 他那個和神的關係 很明顯有分別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個會影響 他那個內裏的心靈質素 為何有些人不受到處影響 因為他裏面的心靈質素 很平穩安靜 不受人影響 去到一個程度 他就算缺乏也不要緊 被人罵也不要緊 因為他心靈質很平穩安靜 這個人的確是很得福的 但怎樣算數呢 即是加數 怎樣加法呢 即是錢 順利 這些內心 還有事奉的果子 事奉的能力 這些怎樣算法呢 我們真的 因為我們不是神 我們不能夠算出來 但那個人本身 他就會告訴他 我真的很無福 亦都看到他祝福很多人 這個人就是一個很親人神的人 他最重要的 而他就算物質少也好 他自己都很滿足 因為他的心放在神那裏 他又不會覺得我自己很痛 但當然 的確基督徒總是有些缺點 例如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即是說一個很愛主 這個是宗庭的 宗庭這個呢 他又愛主 不過他又被一些影響 他覺得自己沒得結婚 沒得生小孩 沒得生小孩 沒份好工 錢又不多 他就在意 他戒意 有一個很愛主 他不介意 他就沒有問題 他介意 他介意之後 他又受虧損 為甚麼呢 他會覺得很愛主 不過得到不太多 他很辛苦 即是活得辛苦 他有愛主 不過他活得辛苦 他在這件事上擔心 他就收回那個果 即是必然有今生和來生的果 他自己都會受苦 但神又因為他的愛主 他會祝福他 不過他的祝福不是全面性 很多基徒都是這樣的 他有些聽話 有些不聽話 他某些地方又在擔心 所以我就鼓勵人 不要盡量知道哪個破口 你就處理破口 你覺得你是擔心憂慮的 被人影響的 容易發猛症 發脾氣的 看重世上的事情 沒有心存呼吸 沒有心幫人 你知到這些事影響你 你就快點處理 因為這些事不處理 就受複雜的自己 即是公平的 你這樣看的時候 是公平的 即是你問基督徒 愛主的那些 親近神的那些 他的生命是不服的 但有些是這樣的 他說我都很愛主的 不過我有很多困難 其實他裡面有一種苦毒 他就在那裡埋怨 神我已經付出這麼多 不過他覺得神做到我受了苦 他就因為這個意念 令到他真的受苦 所以我們很想全面性行 神用路 從神的關係之外 都可以處理生命 包括任何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意念 和人的關係 任何的地方規決 都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當你這樣明白 你就會 可能你有興趣做一個研究 去訪問很多個基督徒 有些很矮身的 你覺得你的生命裡面 有些什麼地方得福 你覺得神公不公平 你又問那些中庭愛主 又問那些保禁愛主 那些你就抽七 就是這樣去訪問 這個可能會滿足某些人的好奇心 就會看到 雖然他外面有些東西得不到 但他裡面有的是很豐盛的 在某些地方 你覺得神公有病 要吃嗎 無辜的 沒有人 有些人 是有些人 是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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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人